这是台湾的声音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这边怎么说 也是一个民族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很多人他会说 这是维护稳定嘛 错下了你们 你们就忍一忍 就为了大家安全 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 可是每个人都有可能 变成那小部分人 你没有公益 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 但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 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在我们节目中 陆续跟大家谈到 台湾在1949年过后 曾经有一段 长达38年左右的 白色恐怖时期 而当然这个阶段呢 我们可以说是台湾的过去 但宛如有个期待 很希望今夕之间 能够有一个对话 特别是从年轻一代的视角 如何来看待这一段 台湾的老历史 但我想老历史 也可以有一些新的视野 新的角度 甚至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还有很多的迷思 以及刻板印象 希望都能够透过这样的节目 让大家有一些新的想法 特别是宛如有个好奇心 很想听听看 到底台湾年轻的一代 怎么样来看台湾的曾经呢 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也坐在宛如旁边的是 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博士 后研究员林传凯 刚刚私底下问了 他年纪40岁 好我们来请传凯 跟大家大声招呼 你好宛如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传凯其实看起来 是很年轻的一个壮年 但是脑袋里面 似乎是一个老灵魂 可以这么说吗 还是希望自己看起来年轻 身心灵都是年轻 其实你自己所致力的一个研究 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 而且我看到你经常去台湾各个角落 还有博物馆 甚至民间的读书会 办理白色恐怖的历史 教育推广 教育推广 这听起来又有一点严肃了 可是我觉得我相信 今天传凯不会讲到这么严肃 我要问第一个问题 就希望来考考你 你对于一般人怎么说白色恐怖呢 又不能一下子就把大家吓跑 基本上对我来讲 怎么跟一般人讲白色恐怖 我当时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会先去整理 就是从大概1990年代开始 台湾社会比较能谈这段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理解白色恐怖 我会发现其实常常会带来两个错觉 假如白色恐怖 我们可以知道在这20年来 其实社会上已经有陆陆续续 越来越多的报道 那这些报道常会比较集中在 有名的案件 或是一些当时想要改革实践的知识分子身上 那这容易造成两个错觉 第一个错觉就是白色恐怖中 被捕的都是读书人 很多案件都是读书会 包括去年的电影 返校也有这样的特色 但事实上我们把所有的案件摊开 或按照地域来摊开 这恐怕不是实情 比方说我去年其实 每个礼拜会固定到高雄去到 第一社区大学 他在三名区陪一群国高中老师跟社会人士 去认识高雄的白色恐怖 那我们把高雄的白色恐怖全部摊开来 时我们会发现到 政治犯最多的职业别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 尤其是我们可以设想六七十年前 大专院校还非常少的时候 高雄本身是没有大专院校的 那高雄被抓最多是哪两类人 其实这跟高雄自己的发展历史有关 第一类就是工人 当时高雄有大大小小的国营工厂 或像私人工厂 比方以前很有名的唐龙铁工厂 每一间都发生过政治案件 那第二类是什么呢 也许大家会觉得更惊讶是军人 我们认真想一想 194849年后 高雄其实变成一个军事机关林立的地方 比方说空军官校在岗山 那个岗山有名的豆瓣将 就是四川级的空军的前辈带过来的 或像是陆军官校在凤山 海军的总司令部在作营 其实高雄是一个军事机构林立的地方 而几乎每一个军种都发生过 或大或小的白色恐怖事件 要好比我到屏东去 我到屏东的乡镇 其实几乎被抓的都是农人或小学老师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怎么谈白色恐怖 我会蛮试着跟民众打破一个观念是 很多人会觉得就是 那时候知识分子念太多书 好意不平才被捕 好像我们真的接收到的历史是这个样子 但对事实上像套句50年代的政治犯前辈常说的话 其实那时候受教育 中等教育以上的人很少 并不是因为大家不适合读书 而是因为当时的教育制度 不给穷人家的孩子机会 但他们要有信心 因为贫穷的生活早就教育你 什么是不平等 什么是压迫 所以其实会反抗的人 或是会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或故乡变得更好一点的 其实有不少就是那些 我们今日看起来好像学历不高 但每天在非常认真的过生活 但生活无法改善的人 所以其实农民工典的故事 是我现在带给蛮多地方的听众 第一个想要打破那个 好像遥不可及的最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才会卷入白色恐怖的印象 那与之来的第二个效应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白色恐怖就放在台北 比方我常听到这句话 那时候过去这么贫穷的乡下 怎么会有白色恐怖 但事实上每个乡镇都发生过 所以我在各地讲故事的时候 我最常做的原则是 比方我到竹南或头粪 竹南其实在北苗栗是很热闹的地方 我就讲竹南跟头粪白色恐怖故事 我到屏東的嘉东长治高速 我就讲嘉东长治高速的白色恐怖故事 每个地方都发生过 所以为什么会大家有这种刻板印象 或者是一个甚至偏误的框架 确实我觉得这会跟台湾社会的一些 过去主流价值观有关 比方说蛮多年前 其实博物馆也办过 白色恐怖中的医生政治范特展 那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主流观点中 医生被视为一个 好像你非常难养成 甚至讲白在过去升学时期 很多人觉得念医学系 当医生是最好的出路了 那医生被抓好像让人特别有感受 可是对我来讲 像那样的展览里面 他会不自觉的建构了某些意象 比方说这些社会中的精英才会被抓 那相对来讲 好像一个农民被捕 然后被关了15年20年 甚至关更久的故事 好像没那么值得歌颂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谈法 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当时主流的 我不见得同意的价值观 另外一方面 无形中也让白色恐怖 跟一些人感觉跟自己的位置越来越远 反正就是那些最会读书人 所以后来我会发现 跟民众谈的时候 有一些乍看之下 姑且称为是小人物 或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犯前辈的故事 反而更打动人 比方说我最近在一些高雄的 像左营这代我谈过了 像荣民医院里面发生的 就是生病的老荣民前辈 他们被抓的事情 他们在厕所写抱怨的文字 或者是埋怨说当时被拉夫来台 那后来判刑七年 换到新竹的旧社里吧 那时候有一个 其实在四十几岁快五十岁退伍的老兵 他当时没有工作 他只在投前夕打石头 那他打823炮战的时候 他曾经捡过对岸丢过来的宣传单 叫做劝狼归佳歌 意思大概是诉求 说你的家在故乡等你 那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 什么原因 这位叫做黄仁雅的前辈 把这张传单就留在身上 他不时拿出来看 也许是想家 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了 那他后来打石的过程中 他已经变成一个流浪汉 他住在新竹旧社里的防空洞中的时候 他有一次把这张图 拿给三个来投前夕游泳的少年看 被少年们举报献兵 说他判刑七年 我们要说他对民族有贡献吗 不过我觉得他正是个悲剧 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老兵 被抓起来的故事 但这种故事有时候 我发现他比起我们谈那些 医生教授被抓的故事 反而会让一些在各行各业中 生活每天为了自己生计 忙碌的当代人们 反而更有感受 更容易同情的去理解 那是有什么样的处境 这件事情合理吗 他是不是荒谬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 我们也许有一天 真的可以来办一办 农民的白色恐怖 然后码头工人的白色恐怖 或者是那些无家的退伍士兵的白色恐怖 在面对白色恐怖这大时代之下 不是只有参加读书会 这所谓的读书人 其实还有社会各个阶层 都面临到了迫害 所以传凯 其实有一首歌 是在描述这样子的场景 音乐人雷光夏 曾经写过一首歌 叫明朗俱乐部 那这是和他的外祖父 李汉虎先生的案件有关 在194849年的时候 当时的铁路工人 当年的火车也是燃煤的 所以当时的很多司机 跟那个负责动力的叫司炉 他们很多人会吸了许多的煤烟 得了肺病 那1949年的时候 铁路局里面 就有一些非常酌情的工人 提倡说 要组一个互助组织 叫明朗俱乐部 他其实是一个充满有爱的团体 比方说 如果有人真的不幸过世的话 我们每个人拿出多少份的薪水 帮助他家渡过难关 那如果有谁因为生病 十几天没来上班 我们一个人拿出多少薪水 让他不要担心家里的家机状况 这也是一个现代保险的概念 对 但当时因为官方做不到 所以他们自己来 那里面确实有人酌情 或带了一些书 那他外公相对来讲 只是把这个俱乐部起草的 但后来他外公判了死刑 这案件就叫明朗俱乐部案 所以后来雷光夏就写了一首歌 叫明朗俱乐部 纪念他的外公李汉虎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跟当时火车司机的白色公司没关系的 飞行前的准备 摧毁了一切 书籍和照片残留长边 他高高高高高攢戟 颈膝在排挤 联商是坚决道别的表情 在那个夏天 我曾和他去港边 仔细地凝望 那里暗的浪花的战边 传凯 其实你从博士班一路念到现在 拿到学位让进行博士后研究 一直沉浸在白色恐怖的领域当中 那我想接下来请教你的时候 为什么一开始一个年轻人会踏上这个领域呢 是什么原因触动了你呢 其实这是很偶然的事情 像我自己过去 我过去的兴趣从小其实是生态 然后我硕士班做的研究 其实跟汉人的民间信仰有关 我其实没有去特别规划过 我想接触这个主题 大概就是在我硕班快毕业的 之前我偶然认识的几位政治犯 一开始其实我对他们所说的故事 坦白说是半信半疑的 但有一点好奇 那在相处过程中 尤其是现在已经过世的政治犯 陈英台前辈 却很认真的开始跟我谈 叙叙多多当年他们经过的事 那加上我那时候租屋处附近 也有一位政治犯 也过世叫叶雪锤 在大二时候被抓走他判刑15年 后来慢慢的我对这段历史开始有感 然后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是应该把握 他们都八十几岁了 那把一些故事记下来 那不知不觉的搜集这些故事 记录这些故事过程中 我也被卷进去 就是我越来越有一种 强烈的认同感是 这里面其实有蛮多的东西是正向的 它值得去带给当代人 继续去思考 我们曾经白色恐怖中 失去了哪些人 或失去哪些精神 很多是正向的 就让大家又产生另外一种 刻板印象需要颠覆了 因为总觉得这个是白色恐怖嘛 它就是一个负面 然后就再加上《返校》这部电影 让人看起来觉得毛骨悚然 如果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来说 它又被 有时候被牵扯到一个族群议题 或者是有心人士的在利用 比方说很多人会提到说 谈白色恐怖会挑拨 或制造族群矛盾 那我也想说明说 其实现在 比起90年代 我们更清楚知道 政治犯究竟数量有多少 比方说前阵子官方 那个促转会公布的资料库 它的母体中 政治犯大概是一万出头 那我们自己在搜集 包括一些监狱的出租记录 或是相关的 像海军白色恐怖的史料 大概可以到一万八千人 但重点是 我们把这些有名有姓 确定他们曾经经历过 白色恐怖的前辈 做统计的话 真的要问族群或省级背景 大概百分之五十五是本省级 也就是母语讲台语客家话 或是原住民族各族的前辈 大概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是外省级 那我们也许可以想一想 是在台湾的社会史里面 其实外省级前辈在整体人口中 是不到二十八 大概就十八十九左右 但白色恐怖中将近 要一半是外省级 所以对我来讲 问题不是在于谈白色恐怖会 比方挑拨省级情感 而是 我比较常这两年想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对外省级 白色恐怖的故事 谈得这么少 到底这些前辈经历了什么事情 那第二点就回到 我刚才讲的正向 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 有兴趣的话 我还蛮推荐最近有一系列报道 是关于一位刚蛮九十岁的 他祖籍山东 然后在北京长大 来台湾的时候 本来就读国防医学院 专学到台大的时候被捕 那判刑十年 后来又因为狱中 狱方如果他表现不好 不愿意跟狱方合作 去监控别人 所以延长到十一年左右 出狱的张哲周老师 那张老师 他为什么会让我说也是正向 是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我说 白色恐怖政治犯应该很可怜 很害怕 躲逼很多事情吧 甚至很悲情 对 但其实对我来讲 也许有的政治犯晚年是这样没有错 但我遇到了更多 尤其熟识的政治犯 其实是非常积极的一群人 张老师在他 1950年代被捕的时候 他其实连那个读书会都还没去到 他就被捕而判刑 各位可以想象 那是一个多冤屈愤怒跟恐惧的状态 但老师在以前我们交谈 他说很多人都问我说你白色恐怖失去了什么 但你从来没有问我得到了什么 但这得到不是指官方刻意给你的东西 但他就讲到了 在现在的台北市圣岛支捷运站 在70年前 是一间叫做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位置 他是所有政治犯 应该大部分政治犯判决的重要地点 他当年被判刑10年 最大的地点发生的 当当他进去这房间的时候 他很偶然的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呢是来自台中石缸的一位客家人 他是离山上的国小校长刘家武 刘老师一进来的时候 跟大家第一句话就是 大家好 我是刘家武 如果我被判无期徒刑的话 我请大家吃饭 那在张哲周心里想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病吗 无期徒刑这么重 那刘家武其实呢 他日本时代去过满洲国 那他也跑去北京念了燕京学院 跟北京大学 他是一个当时少数所谓国语北京话 讲得比较好的本省级的客家人 那他老里每天谈什么 就谈教育 张老师说 白色恐怖带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觉悟 我们人一出生就是朝着死亡前景的 但我们很多时候在社会上就回避这件事的 但其实他说 我们在白色恐怖被丢进去的时候 就被迫面对一件事情 是死亡跟你的距离根本无从评估 你很可能要死了 所以对他来讲 刘家武是一个想得很清楚要做什么的人 所以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也不会犹豫自己要做什么 张老师那时候想 他如果能够做完劳出来 他能活下来 他一定要做教育工作 他后来是八九零年代推社群大选运动的最重要棋手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这些故事是我现在也蛮想带给大家的 因为不是只有悲伤跟愤怒 我们可以从这些非常恐怖的政治统治中看到了 还是有些人怎么样都压不垮 传开讲了很多前辈 他们在经历这种与死亡零距离的一个当下 他们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抉择 所以您刚说的那个老师 他没有请大家吃到饭 他最后是被枪决 他死刑 而且他弟弟刚成年的刘家县也判了死刑 因为曾经帮哥哥送过一些文件跟资料 刘家县枪决的时候 脸色是发白的 其实那时候大在监狱中把他当小孩子 因为他都还没变身 他连喉结都不是很明显 然后晚上在散岛寺那个青岛东路的 保安斯利部群法处睡觉的时候 他还习惯全身脱光 就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被叫出去那天 他也是非常有礼貌 脸色发白的跟每个人说 前辈们我先走了 谢谢各位照顾 所以大家对那个刘家县是很不舍 那刘家五是很坦然的 这两兄弟 在当时在那个时间牢房里的印象非常深 台中石缸酒房错的刘家五刘家县兄弟 我常问自己的问题 或问我的 遇到的这些民众的问题是 你觉得一个人该被这样对待吗 其实我只丢问题 然后各位从故事中的细节去想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那不一定会指向对哪一个政权的否定或背数 但它确实会让我们更清楚去意识到 我想要怎么活着 而这样活着的话 我应该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样的条件 支持或防范 我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就会把一个过去的事情 到现在来成为一个对未来的期望 它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历史遗产 对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遗产 比如说年轻的一代 怎么样开启这样子的话题 那个互动是什么 他不会到处每天跟人家说 我就是政治犯 我就是怎样怎样的 这个对话怎么开始的呢 其实很多人会想象政治犯前辈的心情是怕 但我自己比较熟悉的那些1950年代的前辈 现在大概是年轻的90岁了 我刚他们认识的时候 还有些人70几岁 80出头 我觉得情绪不是怕 而是不被理解 我觉得这两个情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过了 他们从初遇到现在也经过四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了 但当年所经历的事情 这些政治犯出狱后还蛮常相互往来的 他们彼此有了一些讨论 甚至有了一些合作 他们还试着一起投入些什么 这个意思是说用怕很难形容那四五十年间的情绪 但渐渐的我发现 其实前辈们为什么会主动 在我认识那几位前辈 会主动对我讲 他们其实非常渴望年轻一代能够理解 他们发生过的事情 那理解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有层层的 在最私密的部分 其实很多政治犯前辈出狱后 他们不一定能被家人理解 比方说我认识的一位前辈是浙江级的 然后他被捕的时候有五位小孩 不得不送去孤儿院 从遇之后回来 他一直遇到的困难是 客观上孩子们晚年也非常孝顺他 物质的供应是从不缺乏的 但是没有人家爸爸 叫不出来 因为没有亲密感 那个不能理解 或是父子间有很长 但是那十几年到底你怎么了 他们是不摊开去谈的 那又或者像说 像我们看到白色恐怖跟228 在1990年代补偿的时候 1990年代 1995年补偿228 他的规定是 在228事件中你遇到过事情 比方你被抓 你受伤或你死亡 基本上我都补偿你 只要有证据的话 但是白色恐怖不一样 1998年通过条例的时候 他只以冤假错案为对象 我有判断实去 则不予补偿 但那一年没有人在讨论 判断到底是什么 这个官方定的判断 所以我可以讲 其实白色恐怖中 有不少政治犯是被驳回补偿的 他认为你确实有叛乱 所以98年那个条例 有时候我跟长辈们会戏成 那是戒严的半个小孩 我们当时错失了一个机会去讨论 什么叫做叛乱 叛乱的标准 真的是OK的吗 对 传开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在制作 这一系列节目当中 听众问我的 他说有些人 他可能真的就参加了 共党组织 然后被在当时判刑 甚至被枪穴 可是他们那时候 真的就是匪谍呀 那我们是不是还能叫他们 叫做政治受难者呢 是 我分几个部分回答 就是说在1940年代末 那时候台湾真的是有 共产党地下组织 那共产主义在当时 全球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思潮 不要忘记 其实全球大概三分之一的世界 曾经绝在这个制度中 其实不论现在官方 前置单位的档案 特务的回忆录 公开的政治档案 或参与地下党人的字数 在228之前 这个组织几乎招不到人 他只有70几人 而且这些人是谁 都是当时四五十岁的 终生代的 日本时代台湾共产党的成员 理念上本来就认同这件事 而在1936年台湾 进入黄民化之后 基本上是反对共产主义 反对无政府主义 所以年轻一代的 基本上是反共的 而为什么这个组织 在228会整个扩张开 就是我刚才讲 一个关键事件 其实我们台湾 在二战时期 真的蛮侥幸 我们没有真正成为战场 我们被空袭 我们有一些前辈 被争去海外做军夫或护士 但是1945年 美军最后选择是 冲绳登陆战 不是台湾 冲绳死了五分之一的人 那真正变战场的事情 在二战时没发生 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第一次看到人家附近 有军车在跑 有军人杀人 是228 那个228的整个挫败感 跟恐惧感 跟愤怒是很大的 所以当时在一个 既穷 失业率高 通货朋友情况下 才有一些年轻人 在228之后 参加这个组织 我可以简单的说 很多参加共产党的人 本身就是228的家属 或间接的受害者 很多人说 他们就是共匪 他们就是匪谍 请进的那些 来参加这件事情前的时候 官方就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可是当时的法令 的确像我们小的时候 那一代都会说 什么匪谍就在你身边 然后要举报这些 所谓的匪谍 所以当国家当时 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既然是正确的 合法的 那现在我们还能说 这些前辈们是受难者吗 我想分两点来讲 第一个是 如果我们这么重视法 地下党在台湾的活动历史中 杀的人不超过十个 对他们有人动手杀过警察 但228事件前两年 国家杀了多少人 如果我们要就法来讲的话 我们会不会有不已知的 标准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我讲 更具体故事好了 其实竹东那一代 在228时候 现在大概在整个调查中 就是死一位前辈的刘家荣 他是当时三亲团 竹东分团的 他被杀了抓 弃势在往北埔的 一个郊外路上 竹东第一个参加 共产党的人是谁 是他的侄子 叫刘新颜 新竹中学毕业 当时杀了他 属夫刘家荣的这群人 其中有个军人要戴永法 他之后就住在 主东镇卖面点 他不时在夸耀 杀刘家荣的情节 请问你是一个高中生 刚毕业的学生 你的属夫被杀 丢在郊外 然后这个士兵 在镇上住下来 这个答案下公开 确实就是戴永法 你要怎么办 你在主动生活 你要怎么办 他在1948年 参加共产党 就是因为他对这件事 太生气了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很多参加共产党人 当时是228受害者的家属 所以其实当时 他们只是希望 这体制内已经没有办法 有改革道路的时候 我想试试看另外一条路 我会觉得 我会蛮同情去 理解当时的选择 今天我觉得 就是说有一种论调 就像刚才您提到论调 国家先杀了你家属 你想反抗他 国家告诉你 现在违反我的法 所以我杀你是正当的 我想说这个说法 实在是太帮国家着想了 不过我觉得 以古见经 我们能不能说 像譬如说 2019年的香港 反送中事件 有许多的香港年轻人 因为反抗 政府站了出来 但是当然 他们的形象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教育 或者是媒体上 都直接说 他们就叫做报名 他如果记得 雨伞运动的时候 当时其实 比较激烈一点 抗争的勇武派的年轻人 在运动中 很多人是反感的 他们评价是两极的 甚至有些人会 用他们话来讲歌席 就视为是不同路线 但是其实在去年一年 伴随着现在网络的发达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记得 比方说地铁这样的孕妇 什么都没做 被痛打一顿 类似这样的事情 不断发生后 其实香港的年轻人 高度的激进化 那我们看到香港抗争中 每一次那个激烈冲突 其实是 是越来越严重的 然后 你看说年轻人通通犯罚 攻击警察 然后还有丢直汽油 但 所以我有两点想说 是说第一个 请记得 法是人定出来的 而法的定力过程中 有权利者跟没权利者的 影响是不均等的 法不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它很多时候 是会有偏颇的 比方以前女性不能就业 或女性就业同工不同 从那是以前的法 难道我们就不 挑战这件事了吗 所以现在在香港 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被视为是报名 是犯法 是颠覆政府 那我们可以去想 如果法讲了就算数 这是唯一的标准吗 这问题可以留给观众去想 第二件事我想讲 就因为香港是这么近 我想提醒的是 1947年 台湾跟他们年纪一样 大年轻人 看到的是比他们更严重的景象 已经不是警察在地铁 但打人中 是军队直接杀人了 那个对他们的青春期来 他们青春期来 背影 我觉得他们那一代 其实真的 要是战争时期 日本殖民 然后美军空袭 然后日本那时候 岛内的各种食物管制 贫穷 但后来状况真的不好 战后期待所谓的祖国 祖国来了 却让大家大事所望 一年多发生228事件 然后想要改革社会抗争 那时候的左翼思想盛行 参加地下党 被视为匪谍 抓起来之后 朋友们生地死别 做了10年 15年 甚至最长 30几年的牢 然后我们今天说 你们就是犯法 你们就是匪谍 我会觉得这其实对 整个历史理解来讲 有点太片段了 这大概是我自己的 理解他们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挣扎过蛮久 但后来会觉得 当越理解 长辈的生命故事 越会摆脱那些 比方我们今天讲匪谍 但你叫不出任何名字的时候 你会笼统的去想一想 这些人总之就是做某种 你其实也说不清楚 危害政府的事 所以他们被抓 他们不抓社会怎么稳定 只要这件事 我就再提醒一点 很多人都说 当时如果不抓这些人 社会怎么稳定 我想既然不论是什么 立场的历史学者 大概都同意一件事情 1950年6月份 发生这件 寒战这件事情 对台湾的命运影响很大 在那之前 大概美国是放弃 在台湾 撤手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了 但因为寒战爆发后 他们担心 共党在亚洲势力扩张 所以派了第七舰队 进入台湾海峡 那时候共军 没有真正构格的现代海军 所以基本上 共党攻台不可能了 但白色恐怖的大屠杀 从档案中现在清楚显示 是寒战后才开始的 或者是他解除了 所谓的外患之后 才倒内镇压这些 在228之后 激进化的年轻人 所以今天很多人会说 那当时不抓 台湾就被共党解放了 这也是对历史的 完全不了解之下 所做的一个错误的连接 或者说他就是官方宣传 的继续延续 对但是这种官方宣传 真的很升职于明星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 然后国民教育 是 影响着台湾的终生代 当然现在年轻的一代 可能会因为整个教科书的 更贴近史实了 有一些思辨 但是我们很多听众 是在中国大陆的听众 是 接收到的很多的思想 可能是现在中国需要的那一面 是 可是还有更多的面向 光光是白色恐怖38年 就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了 所以我这时候也得先打断了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 谢谢传凯 今天来到我们就要听晚报 但是听众朋友一定会说 听不过瘾 我们下个礼拜 再请传凯继续开讲 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拜拜